俄罗斯是不是缺到S-300 我们知道防空飞弹嘛 对 他拿来做改成对地飞弹 有可能吗 这种可能性也是会有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乌克兰战争 他已经没有空中威胁了 对乌克兰来讲 乌克兰他现在都几乎被炸毁 只有少量了苏凯25 跟以前陈迅任 留在乌克兰的武装直升机 非常少量 那他S-300打什么 S-300他拿来 这老批号的 因为他现在已经量产是S-400 但是S-300去打对定的目标 有两个缺点 第一个 因为他速度非常的快 S-300到急速的时候 其实在最空的时候 能打到将近四倍因素 因为他是打飞机嘛 对 那现在是 你就打对地 他到最后面要去 要去做最后定位的时候 误差会有比较大 而且因为他速度快 速度快 他误差的话 最后要修的时候 来不成修正 但是空中好修正 因为空中目标 那个飞行的轨迹 都是固定的 但地面上不好修正 因为我知道 地面上会有侧风 有时候还会有风切 会造成对他的干扰 第二个 所有打飞机的这些 地对空飞弹 弹头都会比较小 破坏力 他是打飞机嘛 对 你是打飞机 你是打地面的目标 打地面的航客 或者是打地面的 我们讲作战指挥中心 或者是打地面 比较坚固的沿体 你效果非常有限 因为你的弹头小 破坏力又小 你可能加了一个 就是说 飞弹它带的本身的能量 可能将近三倍因素 它可能在低空的时候 速度会比较小 因为空气阻力大 它只能到达三倍因素 你三倍因素 可能靠这个能量 撞击它下去 但是你弹头爆炸力 就40公斤 30公斤 40公斤 不会到50公斤 因为一般这样 打飞机的 50公斤以下 绰绰有余了 你可以把飞机打烂了 打怕是个轰炸机 这个50公斤的弹头 绰绰有余了 但是打地面的掩体 或者地面的防御攻势 或者地面的作战指挥中心 效果非常有限 如果我们是打油库 那可能油库 是钢筋混泥土的 对 打不穿 打不穿里面的话 油库没办法造成爆炸 你可能打到窟窿 但是你还没打穿 造成这个样的 效果非常有限 但是他为什么要拿S-300呢 我判断 他现在这个S-300 数量多 没有这个战场的需求了 好 那我改来做对地 同样的 我们有时候对空的高速炮 一样可以打对地面 因为他可以打飞机 但是问题对这种高速炮 他是为了打的 他的高度要高 他威力要小 为什么 他要打得高嘛 但是他打地面 一样很准 但是问题是 破坏力也是有限 所以不是光只是飞弹 高射炮 一样可以由对空中 转为对地面 只是他破坏的效果 是非常有限的 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就是 这所谓传统的榴弹 加上现在的科技 变成一个精准炸弹 对 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乌克兰战争 大部分的都是榴弹炮 对 榴弹炮的威力大 而且射程圆 很少用破级炮 我现在在那看 所有影片 破级炮有非常少 那破级炮射程短 破坏力少 但是他今天说 是不是有用我们的 这个笨炮弹 用我们的 他如果是用这个笨炮弹 抓上这个精准套件 那打着就准了 因为他会校正 他有GPS加上INS 校正的话 那但是比较贵 你装着这一个 这个导引 导引贵 你看他后面 后面一定会有这个旗 这个旗控制 他的控制导架 他会不断纠正 就在校正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所讲到的 他还要装着雷射导引 有的时候雷射定位 雷射定位 他针对雷射员出来 有个照射的目标 照射目标 雷射人一收到这 他对雷射人过去命中 其实雷射到底是最便宜 那将军 你看这个到底 是不是台湾的60破炮 因为 新二七部队军事杂产讲 说7月10号 台湾军事武器物资 在乌东前线 这是扎波罗热地区 国土的防卫旅 收到一个来自台湾 60破炮 跟塞尔维亚治 60炮管 然后结合使用 这个到底是 你看是不是台湾的60破炮 我认为有可能性 可是我们国防部说没有 但是不要去讲 为什么 这种事能做不能说 一方面是能做不能说 另外一方面是 有一个状况 就是说 我们经过老批号 已经囤放到60年 70年的老的破级炮 我们要报废 有可能 报废国内 还没有这个报废的场地 你这个报废 要知道会造成空气污染 而且在报废的时候 这个要去把它除爆 要专业人员 对 那我们是有时候 伪国际标 伪托国外的厂商来做 国外厂商 整个要交给你报废 那所有的风险你承担 因为这个爆炸了 整个批要给它的时候 这有的东西 它已经过于效了 有时候你处理不好 会造成 整个隐燃 会造成 我们叫做非常严重的公安 整个外国 外国拿过去怎么样 它没有拿去做 喂包蛋处理 拿去卖 有的时候拿去卖掉 但是它已经从不拿走了 你这个台湾这一个 你通通结束 你的风险没有了 因为我通通帮你包了 通通我从头拿走了 有没有去真正把它做爆炸 有的时候可能 未必 我判断 我们讲实际话 理想你要按照 你要完全去报废 去把它做引爆 所以你研判这个 有可能是我们军方 要报废的 60破炮 已经报废了 厂商飙走之后 飙走了 它没有把它销毁掉 而且是国际飙 它把它转卖了 国际飙 是国外的厂商 因为国内的厂商 还没有做方面的专业 这很危险的 你要去做 这个微包蛋处理 不是那么简单的 一爆炸造成人员伤亡 那时候通通运到你国外 国外怎么去处置 按照条约来走 那时候按照条约来走 你有在那边全程督导它吗 很难 未必 还有一个 它报废一半 它认为这一半还不错 因为台湾的保存还蛮不错的 虽然已经70年了 70年的地雷一样会爆炸 70年 我们看到二弹未爆弹处理 真的还爆炸 威力还蛮强的 它拿去 老的批号里面 还可以用的 可以用的拿去 走入国际市场 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认为不要完全排除 我认为不要完全排除 因为它有 我们这个台湾的批号 有批号在上面 那当然批号也可以做假 但是在真跟假之间 你要做个研判 这个老批号 它上面写的批号 有的是军方的代号 是正确的 有的批号是随便乱写的 那一看就知道 有的批号还真的 它一定 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零件 或每一个 你看看有的时候打上那个 有没有打上它那个 一个密码条码 你车子又有条码 因为现在军方是说 这个批号跟国军的编号 不一样 有点不一样 因为另外一个 有的是老批号老编号 它经过新序号 新序号它又是新的批号 有可能 有的人它新的序号 它不认为老批号 那这个是老批号 我们出去的一定是老批号 70年 我讲这样大家就懂 我们的车牌号码 以前都是阿拉伯数字 后来改成两位数的英文 四位数的阿拉伯数字 后来不够用了 又改成现在的三位数英文 跟四位数阿拉伯数字 所以你看到那个 有七位数阿拉伯数字 你不能说那不是台湾的车牌 那是以前的车牌 对 所以有可能是这样 它有的三也是这样写 现在三变的 这个一样写 对 没错 那我那个八 还有六 现在已经这样写了 九 因为它怕你去变照 这个批号 它有这个批号 它是会变的 那会变 它这个刚好在变的老批号 我们一看这个是老批号的 它已经流落到国际市场 不要去完全排除 因为这个到国际 它把它通通运走之后 我们台湾是没有这方面 卫包弹处理的风险 但是你到了国际的市场之后 它会不会去在那边做变照 或者是把它 另外一个用途 你就很难去盯到它了 对 没错 所以有这个 这种情况我认为不要去排除 有这种可能性